大家好,今天来带大家看一下一个Rentual Santa Margarita 64万9千9百块的一个condo 然后呢,这个condo是比较少见的 它门口有这么大的停车的地方 这个是比较少见的 然后两个attached的车库 那么进屋呢,咱们看一下 这个房子呢,占地是1,114 square feet 然后建筑时间是1989年 那么进屋了之后可以看到它的客厅是有调高 而且它的灯,这个光线呢是非常好的 当然,价格也是非常好的 两卧,1.5位,要接近65块 然后呢,这个房子的后院相对于这个condo里面呢 也是比较大的 嗯 所以它有一个院子 那么房间还是? 嗯 房间还是相比较不错 也就是说没有公用钱呢 那么,咱们看一下这边的一个早餐厅 然后一个楼下的客户 呃,这边的洗衣房和这个厨房 厨房的台面呢是旧的 以及这个网位是旧的 这个如果做一下的话,可能要一个 啊,二十千的行李可能需要个四五千吧 四五千,差不多 也全部做好的话 带着这个柜子 那么可以看到后面是小区的泳池 还是比较大的 那么咱们楼下看好了,看一下楼上 哎,这房子采光很好 是吧 价格很好 嗯 这边呢是一个车库的 两个车位的一个车库 包括带着一个像个厨房间 是可以停四个车啊 对,加速门口是可以停四个车 它的车库的地面是也做过了 那这个房子的学区呢是五分,七分,八分 嗯,还是小学幼儿园可以低一点 那么这个房子的走廊这里是暗的,没有开窗 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它楼下跟楼上这个光线差挺多 对,楼上因为有光的这个树的各种走弯 它的这个房子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确定就是楼上少一个卫生间 那么上来直队了之后这个应该是一个,从面积上来讲是一个客户 那么客户呢就是面积会小,包括衣服也很小 那么进来之后呢是他们的这个洗手间 洗手间是有两个门,也就是说主卧和四卧是共用的 共用,对,共用这一个洗手间 那么咱们从洗手间呢才拿到这边的主卧 可以插入主卧的面积是大一些的 那么这个小区的HOA费用呢是四百,我看一下 四百二十三 这个房屋因为它是一个detach 所以说它没有公用墙 如果它这个房屋在设计的时候 在那个方向的墙都开几个窗户的话 楼上的光线会好很多,大家没有做到 这个房屋呢,总的咱们看起来 就是还是我说那句功能性 它的功能性还是比较差 两个卧室,共用一个卫生间 这个很少见了,这个现在是不太贵路的 现在已经是现代人不太喜欢这个样子了 已经是比较少了,但是还没有完全落伍吧 还可能有人会接受 但是我相信在以后的几年之内吧 人们可能完全摒弃这种房屋 那我说这个是一个太好的一个地方 然后但是它的优点呢,就是非常明显可以看到 大条高,楼下的通透性 以及停车的方便性 包括这个院子也很舒服 那么这么多优点 那么缺点呢就是最主要一个功能性 还有一个就是它像这个价位的话 当然它的价位还是六十四万九千九百万 它还是没有开高 但是在这个行,就是现在相对来说一个淡季 不太好处说,还是不太好处说 毕竟就是买它的这个收缩 买家里的收缩,包括大家的不卖家 那么关于这套方文呢 大家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